谁是森林之王 从前森林里住着一只狐狸 它是一只聪明而狡猾的狐狸 它能轻而易举地愚弄任何人 一天一只老虎看到了狐狸 它心想 这将是一顿美味的大餐 我要把这只小狐狸吃掉 老虎悄悄地靠近了狐狸 老虎张开大嘴正要吃下狐狸 但是狐狸喝止道 住手 你好大的胆子 别碰我 我是森林之王 老虎咯咯地笑了起来 你 你不是森林之王 你只是一只又小又蠢的狐狸 狐狸知道自己不是森林之王 但是它决定戏弄一下这只老虎 我是 我就是森林之王 而且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你不是森林之王 我看你就只是一只小狐狸 老虎说 狐狸快速地转动着自己的脑子 因为它很聪明 所以它很快就有了主意 真的 我是森林之王 其他动物看到我都会跑开 它们从你跟前跑开 没人会从你跟前跑开 你是一只愚蠢的瘦弱的狐狸 老虎大笑 狐狸知道鹿害怕老虎 于是它说 让我们去鹿那儿 它们会逃走的 狐狸和老虎去找鹿 当鹿看到老虎时 它们都逃走了 快跑 快跑 是森林之王 鹿大喊道 看看它们 它们都害怕我 我是森林之王 狐狸说 我还是不相信你 你只是一只小狐狸 老虎说 让我们去猴子那儿 它们也会逃走 狐狸说 于是狐狸和老虎去找猴子 当猴子们看到老虎时 它们都逃走了 快走 快走 是森林之王 它们喊道 它们害怕你 老虎说 当然了 我是森林之王 所有的动物都害怕我 狐狸自夸道 老虎相信了狐狸 现在它也害怕狐狸了 我很抱歉 我的森林之王 请不要伤害我 我会放你走的 但是你再也不许试图伤害我 狐狸说 老虎谢过狐狸 并向它鞠了个躬 五王 我再也不会伤害您了 您确实是一只 威猛的狐狸 你可以走了 狐狸笑着说 那天晚上 狐狸对它的朋友们 说起这只老虎 狐狸和它的朋友们 都笑个不停 我再也不许试图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